韓市長3月22號才要出門 昨天一宣布行程 各式各樣的這一個要求就來了 這個不能簽 那個不能簽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你要注意 3月22號才出門 各式各樣的這個二提面命警告 通通出爐 韓市長面對大家這樣子的關注 他到大陸去訪問的行程 他如何回應 來聽一下韓市長的說法 謝謝蘇貞昌院長的提醒 在重申一遍 高雄市政府去 去中國大陸南方城市拜訪 絕對會謹守分紀 絕對會 而且我們去拜訪 完全是為了幫農漁產品造通路 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觀光客 來高雄觀光旅遊 而且韓國瑜當團長 絕對不會帶著一根哨帳 去告中國大陸南方 中央完全不用擔心 我們一定會謹守分紀 跟法令規範 而且我們就定位得非常清楚 百分百的經濟 所以只有拜訪南方的城市 而且我們也有信心 一定在商業上 一定會有一點點突破 我們有信心 好不好 這個中央政府擺明著卡韓 要求他這個不能簽 那個不能簽 是不是因為謝龍介跟正世維 現在選情太好了 卡韓之外順便卡龍跟卡維 那當然的 這一定有某種的一個用意在 他才會這麼做 你看到韓市長在去年 12月25號上任的時候 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一個機組之下 要跟對岸做這一個經濟的一個往來 當時誰就去高雄了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就去了 為什麼之前我們有八縣市的 藍營的縣市首長 去跟大陸然後做這一個經濟交流的時候 你怎麼歪去 陳志忠議員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就是一中的架構 就是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你不是說一邊一國 你現在又說要注意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會分裂嗎 我今天必須要講 蘇院長你也不要講說 種種政治框架給框住 我才要呼籲我們這個蘇貞昌院長 你不要被意識形態給框住 就如同剛剛龍介大哥所說的 你沒辦法 人在吹辦法 人今天當初是選舉說又老又窮 你說在唱衰 人現在在頂竿簡單耍衰的時候 你們現在在親民在唱衰 耍衰的時候 你說西進你講說抹紅 好了 南向 你有鼓勵嗎 到新加坡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陳吉仲講什麼 你講說既有通路都在 通路在 有沒有訂單 沒有訂單 那你今天想說 這個 裡面都不能夠做直播 好 做直播大家都不會說真心話 大家都說好聽話 你就是要粉絲太平而已 剛才龍介哥說得很好的 今天他做出來的頂端 是掛在在農委會裡面 每年的時候 你不能說今年有多少 對不對 你加起來54億 變60億 變70億 那是大家好 人家說做得好 人家說會好好自己 不得好就好出兵 你做政府的人 你就要為民服務 你今天找不出辦法 你今天韓市長他找出辦法了 他今天不是這套 他也響應你中央政府的南向政策 然後你現在西進了 你給他掛說他沒方 好啦 郭國雯 你也要參選的 民意代表是為民服務 你講什麼 你講說這第一期的 不是長期的 我問你 第一期的你有辦法嗎 你連短期的都沒有辦法 你現在在玩天玩地玩耗 那玩飯 今天人家在煎三毛錢 你也在煎五粵魚 今天人家沒農產品 你也帶來又說什麼 會不會 這頂端處理假的 人家下來寫的一個是什麼 省去中間的這些中盤商的 這一些管銷費用 直接由政府替農民直接買去 買的人可以加一些 買的人可以減付一些 所以說中間的 你想說要透過台農發 是不是台農發 他的人事成本 是不是又加頂頂抬抬抬抬 這些管銷費用 所以說我也覺得講說 你中央執政政府 最重要兩岸要交流 他必須要各自爭議 求同存異 不是說你中央政府 你怎麼動動動腮 耍賴的時候你 蘇頓張院長 你現在只能做什麼 你只能凸顯爭議 然後排除異己而已 你今天還能夠為我們老百姓做什麼 老百姓要挨的就是安靜 你有辦法我算你 你做一個總舵手 你做一個領導者 你怎麼樣子能夠幫我拚經濟 你怎麼樣能夠幫我打通 這個經濟的一個通路跟命脈 能夠讓我有訂單 不會再像這些幼農 這個文旦農 他們耍賴的時候 吞吞整頭腿你知道嗎 鱈子如果開始七月的時候 開始蠻四月的時候 開始繞不繞不繞不繞 如果到八月十五就對了 古列八月十五人賣不出去的時候 這些鱈子農都燉了 燉了要做什麼 就像我們娘跟娘說 之前我有看到你拿一套 做鱈子 做鱈子做什麼 你怎麼不去覆盡這個 你只想八月十五過去 過去 如果暖去就倒掉 你還不想說他怎麼樣子能夠 讓他還能夠再拚出 文旦幼的第二春 所以說我會覺得講說 政府你必須要做一個思考 不是像你農委會的陳吉仲 陳吉仲主委 你當作是說你做副主委 你說要跟主委同進退 結果主委下台 你專門做主委 你專門用副的 專門胡說講 現在人家做不得不錯 你也說我來也去買一家做 不要這樣 你要跟著也沒有關係 但是是不是能夠大家齊心齊力 不要問你應該要去問 現在你有沒有碰到什麼問題 我能夠協助你的 現在你有沒有感覺到講說 要跟對岸簽訂單 我要協助你的 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簽署協議 經濟的東西它是可以簽的 但是如果說有關於政府 體制底下 他是不能夠做的 我相信韓市長他會謹守奮計 你萬不需要都在騙五個行 說這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就不能夠簽署那些 有分 有分 不要這樣子 弄到太強 如果這樣弄到整大堂 害我們老百姓都沒錢 我們看到其實民進黨 從這個地方到中央 都拿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出來 要求韓市長說 你這個不能簽 那個不能簽 這是不是從中央到地方發的通稿 所以大家講的都一樣 都用同一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到底在卡什麼 我覺得民進黨線其實 對於韓國瑜他整個旋風 是很焦慮的 尤其韓國瑜上任之後 這兩個多月 積極奔走到新馬也好 接下來到大陸 接下來到美國 他展現的就是一個 拚精進搶訂單 找通路這樣的一個精神 所以民眾是非常接受 而且認同這樣的做法 甚至有民眾 對於韓市長在這兩個月 所做出的一些成果 搶到訂單 覺得短短兩個月 遠比過去做四年還要多 所以這是民眾最直接的感受 我認為民進黨 其實他們現在焦慮 事實上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他們現在主打的就是 製造很多的恐懼 拉高兩岸之間的對峙 這就是想要 遞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等 對於韓市長在地方層級的交流 幫助農民民找出路 進行一些卡的動作 第二個 他也要呼籲 蔡英文總統還有民進黨政府 到蘇院長 到陳明通等等 他們所要創造出來的一個 兩岸恐懼的氛圍 有利於他們2020的大選 所以他們認為說 操作這樣的方式 是可以對他們選票有利的 但是完全沒有顧及到 事實上民眾 還有農民基層 他們希望有一個好生活 拼盡這樣的一個感受 所以這個是民進黨他們內心 現在想要刻意做 這樣的一個操弄 另外事實上我覺得 韓國瑜市長他現在 他所表現出來是 他創造了一個 現在台灣政治人物的 一個新的標準 他所展現出來打拚的精神 所以事實上我認為 不管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事實上他們要正視這樣的問題 你一再的卡 一再的卡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你一再卡下去 事實上你只會把自己的選票 越來越少 縮減的越來越 不得民眾有支持 韓國瑜市長他講得很清楚 從蘇貞昌還有包括陳明通 一再的說 你們千萬不要忽視對岸 他種種的武力威脅 恐嚇 甚至不要被所謂的 政治框架框住 但是韓國瑜他講得很好 他說今天我想要做的 就是幫農民民找出路 我想要做的 絕對是請中央放心 不會踩到 相關法律規範的紅線 而且他甚至反酸蘇貞昌 說我也不會帶一支掃帚 到大陸這些城市去 所以我認為他其實非常清楚 他的主軸就是拚經濟 他也知道這個時候 美光燈聚焦在他身上 他也不會去做出任何 逾越法律紅線的事情 所以他非常清楚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檢視 他在3月21號到28號 參訪的期間 以及之後他帶回來的成果 民進黨政府 你到底是用什麼態度來面對 我認為如果照陳其中央主委 當時他到新馬 搶到很多訂單 但是他在台灣唱衰 說這都是已經既有的通路 這些等等等等 酸葡萄心理 我認為民眾覺得 民進黨政府就是見不得人家好 他的成果 他產生了正面效應 你沒辦法接受 你要酸言酸語嗆回去 後來陳其中央主委 他也道歉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你應該正面的看待 你應該是站在支持 和鼓勵地方政府走出去 幫農民發聲 幫他們找出路 我想應該是要這樣的態度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看 我相信當韓市長 帶了很多豐碩的成果回來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 我相信 他們可能又會藉由 很多的藉口 理由 期待你挑骨頭 去批評 去酸他 當然 韓市長到新馬 去賣農魚產品 跟到大陸去賣農魚產品 因為地方不一樣 所以被賦農魚的意義也不一樣 因為韓市長賣農魚產品 在新馬這一趟非常的成功 所以民進黨對於訂單這件事情 不敢正面的迎擊 只好說你要注意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要創造一種政治上面的氛圍 韓市長應該也意識到 民進黨的做法 所以這一次的兩岸小組會議 當中非常特別的是 過去講話比較隨性一點點的 韓市長這一次照著稿子來發言 把所有的事情 都用最謹慎的態度來面對 昨天 紹婷你有列席嗎 你有列席這個兩岸小組會議嗎 我沒有在裡面 你沒有列席 但是所有66個議員都被邀請了 昨天據我知道 我去調了會議紀錄 大概去了也將近一半的議員 所以都可以在裡面開會了 過半都可以開會了 我先表達一下 你是怕被矮化沒有去 還是什麼原因沒有去 這個沒有矮化問題 每個去都是顧問 都是顧問 其實首先我覺得 我還很佩服龍姐 沒有住在麻豆 但是對柚子那麼清楚 他有去補習 他告訴你講的 這有點像我們現在台灣那個 極緣譜的認證 他說清楚 其實我是麻豆人 你是麻豆人 我道道弟弟的麻豆人 那你講一下麻豆文旦 跟其他文旦有什麼用 麻豆文旦 用它皮要補 你柚子 你找到老師了 柚子你摘下來之後 那叫做小水 小水 小水就是說它本來 小顆的才是老長的 然後小水那個脾會越來越薄 裡面的肉一縮起來 這肉細脂多味甜 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待會兒 我知道 我告訴你 如果要八顆 九顆 11顆10顆 價錢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那就是老長 他當麻豆的立委就行了 老長跟新長 來行的 這真麻豆 我在媽都長大的 那你有幾票可以貢獻給他 很多 我跟秀琳講 其實過去高雄的政治環境 有一半的外來人口是台南 台南縣 所以我們過去高雄市議會曾經還有一半的席次都台南人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高雄聽到的聲音是說 打電話回麻豆叫大家投給謝龍介 因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在高雄的經驗跟旋風 讓南部人覺得說 過去相信韓國瑜 當選之後又履行他的政見 相信未來龍介也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南部有一點要綠地變藍天 昨天我們這兩岸小組 我覺得大家看一下 前議長康玉成 陳志忠 還有時代力量 這個都是代表性的人物 我覺得這是戳氣球比賽之後 另外一個鬧劇 為什麼說鬧劇 本來這個兩岸小組就已經 議會都知道說大家都可以去練習 你可以坐在裡面全程參與 那你既然全程參與裡面講什麼 討論什麼 他也可以發言 事後其實每個都有發言 智長也同意 未來每半年的時候 兩岸小組會到議會做報告 你們到底做什麼 你有什麼計劃 甚至你這一次到大陸的 所有的一些過程成果 也會回來到議會報告 所以我實在不曉得 為什麼這些民進黨的議員 不前沒人還沒去就先跟你 所以我覺得他畫了一條紅線 萬一韓國瑜市長 好像說到大陸去 超過了這個紅線的話 那小組好像又要卡他 是不是給他造成什麼樣的壓力 民進黨我覺得這段時間 從把他塑造成是一個土包子 一個市長 到說他是一個林黛玉市長 我覺得現在又要在兩岸上面 給韓國瑜去穿小鞋 我看法是這樣子 我看法是這樣子